由于铁路警察局的制度改变 加上进出宜兰火车站的旅客减少 所以注点在宜兰火车站内的 花莲分局宜兰分处站 兼正式改制为宜兰派出所 强调编制后人而不减 继续在宜兰火车站为民众服务 由于铁路警察局的制度变革 铁路警察设置分处所 需要同时符合驻地需为 县市政府所在地或台铁与高铁共购车站 年度进出车站的旅客人数 超过千万人次两个要件 因此使得宜兰分住所 因为雪山隧道民国95年通车之后 使得台铁宜兰站 进出站的旅客量大幅下降 现金104年度旅客量也只有385万6100人次 因此宜兰分住所顺应潮流走入历史 今天挂牌改制为宜兰派出所 并且强调编制原而不变 持续在宜兰火车站内提供服务 3 2 1 请接台 请各位现场队兵掌声鼓勵鼓勵 警政署在一般县市 它有做分住派出所 它其实它有一套的标准 像我们铁路警察局也有设置一些标准 我们设置的标准是以客运量来做标准 但是就我们本次改制的宜兰派出所 其实功能都还是一样的存在 编制完全不变 只是名称在座改而已 尤其宜兰派出所是我们花园分局算是很重要的一个派出所 那因为北到草岭隧道之间这沿线的铁路的事件 事故一些在我们分局算占了将近一半 所以说基本上在整个影响 它那派出所的功能还是一样的 那我们人员也没有做任何的缩短缩少 我想这个是要跟社会大众来做说明的 宜兰派出所未来将结合地方的观光特色 除了提供民众在地观光旅游资讯 也将以科学统计的数据方式 有效防止行车事故 铁路犯罪等案件发生 持续维护铁路的行车安全 守护铁路治安平稳 秉持为民服务的心营造友善环境 宜兰新闻记者14名采访报导 谢谢 谢谢